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近期就对国内的隔离中心情况颇为关注 4天之前 一名在亚比利卡市体育馆隔离中心进行隔离的本地青年就分享说 第一天使用厕所的时候 卫生情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差一点就把上个星期吃的茶烧饭给吐出来 网民室车保山的35岁患者指出 隔离中心厕所每天估计有上百人使用 但洗脸棚 马桶 主色又不能够冲水 自他入住以来 厕所几乎完全没有人打扫过 感觉要让患者自生自灭 由于体恤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辛苦 加上一些患者年纪大 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打扫 他也提醒民众 一定要做好个人防疫措施 千万不要有机会入住冠病隔离中心 政坛风起云用 武统马章区国会员兼武统吉兰丹州联委会主席阿末加兹兰 昨天就宣布 撤回对首相孟友丁的支持 让原本只掌握一席优势的孟友丁政权摇摇欲坠 在超越各有一名国会员适事带田区的情况之下 我国目前只有220个国席 而其中 国民政府只掌握111张的支持票 与在野战营只有一票之差 那扣除阿末加兹兰撤回支持 孟友丁如今就只剩下110张的支持票了 另一边乡 武统萧山区国会员纳紫里 昨天就向今日自由大马指出 更多武统议员或跟随阿末加兹兰的步伐 他就说 大家拭目以待 更多武统议员可能撤回他们的支持 那么一来呢 孟友丁将需要进见国家援手 因为根据宪法的需求 持续多数国会议员支持的首相 必须进见国家援手 寻求辞职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印尼三佛企航空公司SJ182航班 星期六下午从首都雅加达起飞之后 就失联 印尼的交通部长布迪昨天晚上证实 波音737-500客机在亚加达千岛群岛海域坠毁 印尼当局已经锁定了时事客机的坐标位置 根据三佛企航空公司的文告 机上有62人搭载着50名乘客和12名基础人员 大马驻亚加达大使馆表明 没有大马人涉及这一次的空难 巡逻船的船长苏里亚也指出 搜救行动当中找到了石块 并发现救生衣 航空没油和飞机残骸 至于波音公司方面则在推特上表明 他们正和航空客户联系 并做好准备在这困难时期 为他们提供支持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